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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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至纯华 有种别样的山野气韵 这也是古树红茶的魅力 点评 近年来古树红茶市场火热 引得不少茶友的关注 因其原料的特殊情 市面上古树红茶的品质参差不及 价格也是相差甚远 作为茶小白 在选购古树红茶的时候 可要擦亮眼睛了 推荐二 上明轩红星闪闪 英红九号推荐理由 性价比高滋味清甜 近年来应得红茶作为红茶的后起之秀 逐渐在红茶市场展露头角 小编推荐的这款 上明轩红星闪闪 英红九号 包装简介 实用性强 干茶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浓郁的蚝香和蜀香 干茶不和有精蚝 调索的紧接度也不错 冲泡后 茶汤沉红 上凉 香气以蜀香为主 略带有蜜香 还有淡淡的花香 茶汤入口饱满 汤香十足 茴干和生津都很好 从叶底上看 有少数叶片是青鹤 与其青发酵工艺有关 使得茶叶香气更浓郁 口感更柔甜 点评 与古术红茶相比 英德红茶更适合用来调饮 对于不少爱喝红茶的女性来说 既能轻饮又能调饮的英德红茶 自然是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了 推荐三 前茶联盟尊义红茶一级推荐理由 汤香十足滋味甜爽 尊义红茶也是目前热门的特色红茶之一 产自贵州尊义 或许是其制作工艺 由于福建小种红茶的制作工艺相结合的缘故 其干茶有明显的烟熏味 十分特别 调缩锦细 色泽乌黑 有光泽 星过冲泡 茶汤成红 明亮 香气以蜜香为主 还带有甜蜜的焦糖香 不过之前干茶所带的烟熏味表现并不是明显 汤香十足 喝起来有种甜爽的感觉 相信会有不少茶油 在初次尝到的时候就印象深刻 点评 虽然尊义红茶的干茶有明显的烟熏味 但喝起来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烟熏味 反而是蜜香更加浓郁 茶汤喝起来也十分甜爽 总结 我国红茶品种繁多 今天介绍的三款不同红茶其产地 原料 制作工艺 品质特点等都不一样 但又各具特色 古术红茶有独特的野韵 应得红茶香高 味醇 尊义红茶蜜香醇 滋味甜爽 作为入门级红茶的都是不错的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